議長、副議長的主持 這個會期非常謝謝議長、副議長的主持 我也相信在議長跟副議長的幫忙之下 其實府會關係現在是越來越好 這次議員提出了很多題目 其實我們回去我們都有親自 市長很多都是直接列以管 很多議員也提出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 我們回去一定會逐一的去落實 跟大家講 其實我相信我是絕對很認真在做事 但是畢竟8萬名員工的一個團隊 沒有辦法說每一個人都做事 都可以符合這個社會的期望 不過我希望從市長自己當領頭 做一個模範,認真的服務 我也知道長期以來 政府官員常常面臨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也認為官員不要怕土利人民 他們常常給人民好處就是犯法就是弊案 所以搞到都不敢做事 所以我想如果我們是一個比較有社會信用的團隊 政府團隊的話應該要勇敢的 要能夠給就是來增加人民的福祉 而不是純粹在被法規限制住 我自己都常常可以感覺到我們的公務員真的被告怕了 這幾乎什麼事都不敢做 所以這個我也認為說 在過去這四年半來 整個台北市政府的所謂的社會信用度是有大幅提高的 所以在這種社會信用度大幅提高的狀態下 市府的官員應該可以更勇敢地去服務人民 增進人民的福祉 那有些做不好的地方我們都會回去檢討 那也非常謝謝很多議員 很努力地去收集這些題目 來跟我們講說整個政府還有哪個地方該做 或哪個地方該改進 我們這個回去馬上會列管 會很確實地跟大家講 那像這個陳永德議員現在問題 我們明天馬上就處理 看看怎麼解決 那個大安北洞已經搞很久 我也覺得這種成年老問題 老實講我沒有想到說你們會準備得那麼充分 因為你們準備得太充分了 我們實在是並不過你們 所以我們回去會處理 我們回去 那好 應曉的議員講高爸爸那件事情 我也希望說我們似乎去拜訪高爸爸 請高爸爸不要再拒絕我們 我們去跟他道歉 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總之群今天結束 祝大家這個辛苦 三位